有放一聲出來對峙女巫 誒說真的 好這邊看到MRCD 把這個對抖舞的女巫 我先來看一下 那這裡女巫 直接先來到了 大房廢墟 呃大門廢墟 那剛好撞到了這邊 機械石 今天是我有放出來嗎 有 在大石頭 這邊好像沒有要處理掉娃娃 先處理本體 但是這邊還是有先處理娃娃 哇 終於看到了 有一個先處理娃娃的女巫 那這樣子優勢非常大 這邊 只有半台娃的機械石 根本沒得休 那現在這裡小城 再直接來到這裡 開始要放狗嗎 這邊開始做包圍了 但是這邊位置 因為剛才進了工廠 喔唷 這邊抽到 差點被抽到 但是 斗舞機械石還是蓋了個板子 成功拖延起來 那三個求生者 現在目前已經把機械石 慢慢的趕起來了 那娃娃 最後半台的也 招在外面先放著 多少 有一點機械石 是機械 那這裡的話 小城前面雖然先打出了優勢 但是在追機 也是這邊轉點上 有點被拖延滿久的 那這邊只有一個蓄力 把他蓋板蓋不到 然後直接走了 那吃了一刀之後 一樣又回到了大門廢墟 那機械師這邊再繼續控娃 先把他帶過去 休機嗎 時間來不及到 那這邊有單彈 先逃走之後被包夾了 這邊只能先果斷給 分身一刀 但是他跑這個空地 女巫有意識到 應該是不會用分身出刀了 那這邊用本體出刀的話 等於說這邊 女巫可以再做牽制 哎呀 這邊我覺得他可以 嘖 繞進去給這個 分身打壓 沒有他直接走到空地 想給他拉得遠遠的 那現在機械石 可以看到 呃 求生者三台都修完了 那這邊 因為機械師半台娃娃 多少還可以修個 至少六七成的機制 好 這邊的話 用兵想要過來 就先彈一個護腕 拉近之後被狗咬 那這邊可以確定 用兵一定會吃一刀 那現在 本身場上 喔唷 這邊果斷先給一刀之後呢 切另外一隻給刀嗎 沒有 沒給到 這樣子用兵可以成功 不雙倒的 吃一刀離開 那現在這裡 機械師又被封在這裡之後 用分身打掉 傭兵身上有寄身 那這邊 好像是想要叫 醫生來幫忙打血 然後如果 唉唷 唉唷 等一下 前鋒這裡撞臉啦 唉呀 唉呀 意外意外的不斷發生 前面第一點是機械師 可以拉他的分身 給打著 但是他並沒有 然後結果後來這邊 前鋒要來惡救 直接撞臉一個女巫 的小女孩 這樣子他可能救不了了 那這樣寄身完之後 原本這邊 醫生跟傭兵的套路就是 唉 我分身給你打沒關係 醫生在我旁邊 被打了我一樣可以先補血 但是因為這邊 前鋒被攔截之後 可能 傭兵補不起來 哇這個補血速度好快阿 點滿了是不是 15秒內把這傭兵給 再打一格血 沒有倒地 這邊如果來不及打血的話 原本很大的優勢就是 可以過來直接 阻止他打血 再把傭兵掛起來 但是 因為來得及打血 求生的狀態又回來了 那現在變成前鋒 目前 打滿血之後呢 也要趕去休機 然後這邊傭兵被狗咬 基本上應該是跑不動了 這邊會空刀有沒有彈 彈走了 哇但是還有一口咬 可惜這邊 差點可以扭掉的 那機子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已經確定可以壓好 的話應該 斗武求生第一輪 第一把應該是可以打出一個 平局 因為前鋒球是滿的 而且還有一個護碗 然後女巫這邊還沒切技能問題也不大 切閃線其實也不好打開門站 打傳送也不好抓人 好了這邊的話機子已經壓好一聲 要過去救援這個 傭兵 然後這邊如果先吃一刀也無傷大雅 因為還可以對自己補個小四分之一格的血 再吃一刀救下傭兵 所以就變成這邊 女巫另外一隻切過來之後也沒辦法防守好 直接再把一刀補 結果 這個是分身刀 這個是分身刀 打在傭兵身上 沒辦法再多寄生在醫生身上 這邊也有點尷尬 反而把優勢送回去給求生者 那這邊有發現沒有要打刀之後呢 求生者直接選擇亮機 要來追擊這個醫生 因為醫生身上沒有寄生嘛 那傭兵身上有 可以先切閃線把它帶掉的時候 再帶掉傭兵 好那這邊的話一刀帶掉 這邊要趕快閃線過去 把這個醫生給掛起來 那還有一個護腕的傭兵 可以彈大門 如果這邊有成功賭到傭兵的話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可以 再補抓一個 這邊能不能抓得到 感覺有點來不及 因為前鋒把門打開了 那這邊的話也防了一手 看我們前鋒偷偷跑過來撞救 並沒有門已經開了之後呢 彈出去 彈 好那這邊的話 第一輪第一把 斗舞求生是 平局 然後這邊斗舞的東旋女巫 好這邊可以看到 女巫出生在小巫 然後先撞見的這一位 是在修機的傭兵 看了一眼之後 沒有想理他 想要先找機械師 那現在 嗯 來到了沙包 前方也是個前鋒 那機械師娃娃已經在工廠修起來 但是現在卻沒有選擇去找了先寄生的前鋒 難道先從前鋒下手 這樣很虧耶 然後那這邊前鋒在沙包開始開6拉球之後呢 這邊機械師娃娃安全在工廠修 本體來到了大門廢墟那一邊 那現在這裡追擊好像似乎真的想要先追這個前鋒放狗了 前鋒直接開球走 但是一個定點被咬住 那現在這裡分身自動跟隨了 這邊又直接在開球拉到小巫這邊 喔呦這個抽到沒抽到 嚇死人了 好這邊先賭窗之後 這個狗第一波在最後一口還是被咬住 打了一刀前鋒球剩下 那不到四分之一 應該是溜不起來了 而且那第一刀是本體打的不是分身 對那這邊打了一刀之後 好像子又轉人嗎 但是這樣子完美的機制一直不斷的修起來耶 這邊這樣子 不就給了求生者很多修機的時間嗎 前鋒跑不見了 這邊又在補一刀給機械師用分身打的 開了技能之後再馬上補氣生一隻 這邊東璇打的第一局打的好冒險喔 真的 他現在把前鋒球給逼掉之後 想快速帶掉機械師 讓他們救人的能力變得很低 但是 救人很低 龜很低 但是 時間 被拖的太久 娃娃也在修 本體也在修 現在可以看到機制 四台進度都非常的高 要補掉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那現在的話 呃 真的 迅速的把機械師帶掉之後 也把娃娃打掉了 但是 唉呦 唉呦 這邊前鋒沒有去注意阿 他的分身沒有好好的去顧好 直接被捕了一刀 打倒在小屋 那這樣局勢又被搬回來了 因為這樣子用兵要來依舊沒有錯 但是雜技得必須去摸前鋒 摸了前鋒之後又浪費到休機的時間 給了女巫原本前面花了很多時間 追前鋒在抓機械師 同時因為這個舉動 把前面他流失的時間給補回來了 那現在的話 女巫又在依舊下來的傭兵 補了一刀之後 也打到了機械師 也把機械師最後叫出來 井村那一點點的娃娃給打掉 那這樣子的話 呃 前鋒被打滿血壓怪惡救 其實也保不了了 因為前面球耗掉了嘛 這樣子要打一個平局也非常有機會 因為前鋒保不動 那一定也要套一個薄命來撐時間去修機 那修機的話現在只剩下用兵跟 雜技要不斷的去跑機子補起來 那現在前鋒被卡在大門廢墟這裡 如果先被補一刀的話 可能救不了機械師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直接果斷放掉不救機械師 然後切閃現再補了前鋒一刀 那這邊確定機械師沒有人救之後呢 要來直接追擊 前鋒嗎 這邊機械師進度都很高 這邊已經來到兩台修掉 第一台是前鋒第二台雜技 那現在雜技跟用兵要去補機械師的話 只要趕快去補到 其實用不到30秒時間都可以把每一台給補掉 所以這邊女巫得必須趕緊的在30秒內 帶掉這個前鋒 欸灰空了 這邊再一個蓄力 有沒有 灰 唉呦打到隔窗刀了 那這樣子應該是雜技要來救人 應該先把機子給補完 然後這邊用兵再去修最後一台 那女巫可以先在開門站的時候掛死前鋒 再拼一波看看能不能閃現打到第三個人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雜技過來就丟了一個土球一個閃現沒有揮到太緩了 那現在這裡 呃 女巫 再一個技身 打一刀下去 救下來 用兵還沒有補完那台機子 但是女巫 為了保險起見 想要放雙島 這一個閃現 有 能不能 唉呦打到的是前鋒 不過沒有關係 可以再趕緊把前鋒給掛起來 這一隻的 分身 在顧著最大的遺產機 用兵在修新的機子 那這樣子的話 很有機會再反轉一個四殺 因為雜技救不了了 那用兵要過來的話 其實 也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雜技身上有一個技身 他這樣子過來 可能會被打雙島就算了 也沒有搏命套鎖 然後這邊 雜技要修新的機子也不好修 因為他有分身 那分身上面還有一個輔助技能 所以現在變成用兵不過來 然後直接卡死看能不能救 但是沒有救到 前鋒要飛了 這把有四殺的味道 這邊的話 一直不斷切來切去的先手機子 然後想先帶掉這個雜技 帶不帶得掉 這邊開始跨刷 然後用兵卡在那裡 不敢修機 現在這邊雜技 一直不斷不斷的想辦法拖延時間 不要被四殺 那現在看到的是 斗武的這個閃現已經好了 雜技有點差次南飛 球也用的差不多剩白球了 這一波有沒有閃現帶掉 閃 沒有先做個假動作 這一個蓄力騙刀沒有騙過來 這邊閃現漂亮的一個拐刀 直接打掉了這個雜技 那現在 這個用兵一直完全 在剛才全程都不敢修機 對 那全程不敢修機的狀況下 就變成 本體卡機子 本體卡機子 然後現在 這裡 MRC應該是要被四殺 沒有錯了 這邊用寄生的方式 守著這一個雜技就好 可以先選擇 在過去慢慢的把這個 欸 還可以拖一下傭兵修機啊 為什麼這麼早直接站起來 怕他直接掛嗎 直接掛了傭兵 還有機會跳地轎欸 那現在這樣子一跑的話 這個 反而 讓傭兵 有得修機 啊原來是這樣子 他想要讓他 他剛才看到本體拉回來了 所以趕快修機 然後壓機要亮機 然後就變成 這邊這一波站起來 他不得不先 被受到影響吸引去追雜技演員 那這段期間確實 爭取到了傭兵 去把機子給修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女巫也不好出 刀 這邊只能先架著 架著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架在這裡的話 傭兵如果一亮機 可以直接打一刀 那傭兵會有傷害延遲 雜技就會被追 所以現在 這個傭兵想賭一波開門嗎 開機 不好意思說說不是開門 傭兵不敢開 現在在等這個雜技貼門 或者是 寄生燈的這些 但是這邊 傭兵的這一隻本體 跟分身都有閃現 要出一刀嗎 我覺得可以出了捏 出了之後閃現待掉啊 沒有 這邊選擇想要放走去找雜技 再寄生一波嗎 但是 不好吧 我覺得可以先打了 好了這邊的話 直接果斷亮機之後 女巫竟然沒有管傭兵 反而讓傭兵消掉寄生去暗門嗎 這樣子不就一直 白白的放掉了 而且 讓雜技摸門應該沒關係吧 你這樣子也是可以直接 點門慢的關係 先快速用雙閃帶掉用兵 然後再來 反回來抓雜技 應該都來得及啊 但是這邊有點意外 這邊都已經門開了之後 前面前就是一個地窖 該不會平局吧 哇 好驚險 這個閃現 直接打掉了 喔 原本可以穩四殺 但是 一個小舒服大衣被拉走 修機 亮機 然後差點還跳了地窖 第二輪MRC拿出了破輪 老是有眠正堂能接的 好這邊看到小陳的破輪第二輪的第一局 先轉到這邊前方是傭兵 沒有尬到 直接轉頭就走 這邊好像是我想要找到機械師 那這邊的話二樓是 是機械師 好像那個破腳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視角的話是有看到的 好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機械師在這裡的雙十一根破輪 反繞 但是直接貼牆 軌道車上了你一根針 這邊的話開始做博弈 丟夾子 能不能丟準 這邊丟到了 我去耶 那現在這裡被刺了一刀的機械師 開了技能之後 小陳開始變球 要上第二根針 來直接給你悲觀 但是又來同樣的套路 就是即時打洞 讓求生者接到這邊房子的上下洞 讓這個破輪要追也不是 不追也很難受 好了這邊的話全員都直接上了這個二樓之後 上了兩根針的 欸 欸 欸 怎麼跟這個機械師搶窗啊 我的天 這裡三個人都在上面 然後 技師可以扛一刀的呀 你說先讓機械師跨 沒話說 因為機械師也是要直接倒 那這邊的話 在接下來應該給機械師跨 但是剛才搶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想說要讓機械師把這個破輪 給敲走 但是機械師沒有敲 他緊張了 他直接跟著在跨窗 結果直接閃現過去 趕到把他帶掉啊 哇 那這樣子這把真的是 溝通上食物跟加上機械師沒有即時敲一手 把他敲後退啊 那這樣子的話 雖然說 保到機械師跟機械師 娃娃在外面舒服著修 那這邊用兵第一就吃了一刀 把他下機械師之後 破輪變球 要來抓這個 擊球手 而且存在感開滿了耶 說真的 那開滿的狀態下 只要跑到隔壁旁邊 只要沒有被敲啊 這邊被尬到第二下 喔 差點可以敲去撞車 結果不夠力 對 好啦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呃 擊球手被尬兩下之後 敲球沒有防禦好 還是被悲觀帶掉惡掛之後 求生者機子來到兩台即將修掉 那第四台跟第五台相對都是50%那邊 第五台進度有點低 這邊如果要救擊球 我個人覺得必須救 因為不然他這樣子進度太少了 但是他們好像溝通上並沒有打算救 反而用娃娃在補這個傭兵 但現在過來的人是祭司 好家在還是有救 那現在救了第二救的這個擊球手之後呢 就看擊球手能不能發揮奇效 真的溜起來 但是被緩速的祭司跑不走 直接被一刀帶掉 那現在這個空地就看兩個誰走位好 但是破輪有針可以打開 讓這個走位瞬間廢掉 哇那現在這個 呃啊 又一個軌道車 直接在尬到這個擊球手 那擊球手被上兩根 三根針之後再丟夾子 再一個被關戴掉了 呃啊 那現在這裡 這個 呃 呃 呃 局面我個人覺得 很有機會三殺欸 嘖 對啊 因為第四台第五台應該是開得完啊 但是第五台很難欸 加上現在四分之一血的機械師 也已經沒挖了 挖剩那一咪咪啊 沒有什麼作用 然後祭司沒有動 然後又半血 然後現在這邊機子又被守著 那這裡蹲在這裡好像是傭兵吧 沒有被發現 所以最後一台 是祭司跟機械師要去修的 然後傭兵的話只能先守著準備 準備 救人 好這邊可以看到 嗯 求生者 修掉了四台機子 兩台祭司 兩台 機械師 那現在來到了大房這邊 看見的是機械師 想用這個洞跟破輪玩 能不能玩成功 好這邊破輪一個加速 結果 跑過頭 讓機械師走 但是因為在樓下 也是空地機械師 來不及上去 那現在被上了一根針之後 再一個悲觀 帶掉了 這個就是剩下四分之一血的缺點 好這邊破輪選擇不掛 開始打控場 這邊已經有一個洞的祭司 也在準備六人 那這邊 用兵蹲下來 直接跪在旁邊 但是足跡出賣了他自己 現在破輪知道之後開了針 但是 诶 沒有看到嗎 好那這邊在尬另外一邊 終於拆對位置之後 傭兵直接彈走 那旁邊有車 直接把這個破輪跟傭兵的隔開了 那現在機械師的話 不斷不斷的在修 這邊即時來到了70% 但是通報報信破輪過去之後 趕快撤離 那現在這裡 可能要讓傭兵趕下最後一台機械子 好了這邊先尬一下之後呢 確定最技師 機械師就站起來 站起來之後 他好像想去補機嗎 還是救人啊 那這個 位置感覺有點像是 要去救人 而傭兵去壓機啊 那這樣就是賭一波 破輪會直接開球 秒滾去 這個 抓傭兵 但是 他太早出來 曬耳明了 這邊被看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 不就等於要等 傭兵 唉呦呦呦呦呦 這裡沒有去上到兩根針 先變人形之後 打一刀亮機 這邊猜你沒有 這邊小程的破輪是賭一把 你沒有壓好機子 所以快速地打掉機械師 但是機子剛好趕上了 那這樣子就變成 原本可以三殺四殺的局面 有點被拖延到之後 破輪不得不 開始打開門戰 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護腕的傭兵 其實要追不好追耶 現在的話又變成 不想給他上第三根針 然後用到最後一個寶貴的護腕 主要就是因為 如果他現在兩根針上了嘛 他也可以吃一刀開始繼續跑 那現在的話在暗門的是祭司 那祭司的話有發現 變球的破輪之後趕緊撤掉 這邊有個遠洞 那遠洞的話 祭司也不用 他直接選擇走遠 但是在這裡要點門的是機械師 那抓機械師其實我個人覺得也 還好因為門已經要開了 但是關鍵在傭兵能不能爬出去 那破輪能不能注意到 因為現在這邊已經上兩根針的 機械師直接一個被攻 哇但是一個車突然又經過卡了個位置 那現在門開了 那也在另外一邊 傭兵也爬的出去了 現在的話就變成 一個平局的局面 其實小城給壓力也很到位 但是就是 斗舞的求生其實也 配合得還蠻不錯的 我個人覺得 好這邊我們看到紅蝶已經來到了這個目的出神點 然後往中場走 中場沒有半個人 那求生現在 紅蝶先來到大房有兩位 但是看了一眼 不追好像是看到前鋒嗎 好這邊的話看了一眼之後沒有看到那邊有兩個求生 又返回來這邊 中場發現這邊有耳鳴有人躲在這裡 這裡躲的是病患 那這樣子病患 如果他要6的話其實也算不錯 那這邊紅蝶的東旋有點被繞得頭暈了呀 這裡他整整被繞了兩圈耶 那這樣子機子其實求生者好像也為了要分配位置 跟閃躲紅蝶的視野上拖了比較久的時間 機子算滿滿的 第一台60 第二台34 第三台才4% 好像都在躲紅蝶阿 就是為了想要拖他時間 並沒有想要正面迎擊 好這邊紅蝶終於看到病患正確位置之後 開始使用紅蝶做追擊 那現在 呃 來到牧區的 病患已經用到兩個鉤子 現在連板子都不跟他博弈嗎 都直接下下來的唷 好那這邊的話 紅蝶直接出兩發這個蝴蝶 才追擊這個 欸 這個刀器是怎樣 今天的紅蝶刀器都比較短 比較打不到人嗎 今天好像還有一組也出紅蝶打不到人 然後現在紅蝶是在東旋手上 竟然剛才那兩刀也能空 還跨了個板子 到這種地方還被推走 我的天哪好難受啊 但這樣子雞子已經昆蟲跟雜跡修完了 這樣子雞子進度反而趕上了 我的天哪 這個剛才那兩刀在墓地打不到跨板走單坦 然後還 還被昆蟲給推走 真的是 這個會腦中風欸我跟你說真的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 不追病患之後 來到追這個 昆蟲學者有點不太理智 因為昆蟲學者的蟲 可以大換這個紅蝶 而且剛才他雖然說被弄得很煩 但是病患已經沒技能了 這樣放掉真的是會有點可惜 這邊在追昆蟲的途中 昆蟲有蟲子嘛 然後這邊的話就剩下最後三台 三個人就可以直接修機 這樣這把感覺冬璇會被閃跑欸 怎麼辦 啊 那我們先看了一下之後 昆蟲繼續用他的小劍劍蟲蟲 不斷的干擾紅蝶沒辦法貼身近距離打 然後現在雞子三台都來到了將近80% 這把真的一定要四人開門 而且四人開門站 還會只有一掛而已啊 好啊這邊的話 昆蟲覺得他遛得差不多 技能已經用完了 直接選擇在這裡 倒地給紅蝶打 那雞子的話全部修完了 哈哈哈哈 好難受喔這一局 這一局這個紅蝶真的超級無敵難受 好啊這邊的話先來依舊的人是雜雞 然後果斷救下來之後呢 紅蝶選擇繼續追死這個 昆蟲學者 然後補了一刀之後 亮機嗎 欸還不亮啊為什麼 欸 這邊飛到臉上才亮 為什麼 好這邊飛到臉上亮了之後呢 遮一下紅光遮到了 但是這個刀又出問題了 直接又揮空了兩刀 但是第三刀蝴蝶飛過去 終於補上了 那現在門的話 欸門好少啊 沒有人貼門啊 那這樣子不就 掛了還可以 平局 喔呦我的天 但是這邊前鋒滿球 那有人想偷紅蝶這邊提防了一下 看到的足跡 是雜技 打不打他 那這邊前鋒的話想過去開門 但是另外一邊的門 已經有病患開完 病患可以安全的走了 現在就只看他們這一波 能不能順利逃脫 這裡心裡是絕對 欸不是不是心裡 昆蟲絕對救不到 但是前鋒開了一個球 又怕紅蝶過去 直接又停了下來 哎呀這個博弈真的是 博弈中的博弈 但是現在 開了第一個土球的 雜技 哇 刀器終於回來了嗎 這裡直接一個隔窗 這樣這麼遠的打下去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那個 病患並沒有博命喔 而且這邊被拖超遠 哇 那這裡真的是 只能怪 MRC可能比較貪了 他原本沒有馬上亮機的時候 其實可以貼門 但是並沒有貼門 然後結果後來 他們還想要 攤著去救這個 昆蟲學者 然後導致 讓 原本前面很烈的東玄 可以 翻盤平局 優畢歸優畢還是要貼門啊 好這邊可以看到 欸我們這一次好像第一次看到東玄玩魚女對不對 晉級賽跟這個 八禁四 還有十二禁四之類的 對啊我們這邊好像沒有看到齁 好這邊看到魚女先來到小屋撞見的是這個 守木人 那應該是不會想追了 因為守木人沒意思 那現在要轉到這邊 中場的海邊 看到的是擊球手 可以稍微追一下 但是 好像有點猶豫 因為擊球手 可以對臉敲啊 但是 可能因為找時間上一點太久了 選擇直接果斷的追這個擊球手 那這擊球手完全被包水器了 沒有去注意到 直接敲一球 那這樣水氣非常的高 只要再丟一個叉子 可以直接帶個鐮刀 那現在這邊秒好之後呢 想要來這邊 包水器 擊球手努力的 跑啊跑 跑啊跑 跑不跑得動 這邊一個封 哇封住了 來個鐮刀 哇 去 這樣子這個守煙土 還是有很到位的啊 但是 因為前面找人找得比較久 機子已經被雜記 跟那個油菜修了起來 然後這裡想要摊地下室 真的假的這麼遠欸 這麼遠欸 你掛得到嗎 我去 椅子前面被偵圖 太貪了 大哥 你這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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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貪這個勒 好了 這邊擊球手的話 很急著一直敲著敲 但是沒有敲成功 這邊還是一樣帶到了擊殺 掛了地下室 因為魚女地下室其實真的很吃香 沒錯 但是剛才他那一波 反而給了 求生者很多很多的時間 可以做準備救人 跟 修機子 把機子給補完 然後這邊 炸機子到他要這樣子 這個套路之後呢 馬上炸了一顆火球 不讓他結束收到 直接把人給拔走 哇去完全被克制了 他想打地下室這一波完全廢掉了 對 我覺得剛才那邊想拉去地下室是很好的 但是 因為太遠了 反而這個掙脫 被MRC的求生者 可以做好準備的來救援跟修機 那現在這邊要被二掛的擊球手 掛不到地下室了 現在機子也來到了 最後兩台都有進度 第四台七十 第五台還 在三十這邊 哇 那這樣子 這把原本 其實還是可以打出很好的節奏耶 但是現在因為這一攤 這個全部封盤了 地下室套路打不出來 然後又被求生者穩穩的救人 那這樣子 呃 水器的 守木人直接用土 敵掉一次之後呢 想要壓有沒有辦法震射 沒有 還打到椅子 呃 那這樣子 這邊的話 雞子雖然最後一台 還有點時間要修 但是這邊 要卡死 唉呦 這邊一敲沒有敲到 這邊能不能打到守木 這邊還在死寶 好 這邊結果沒打到擊球手 打到守木人了 那現在這邊機子確定 壓好之後呢 要穩穩的給魚女吃一刀才行 這邊 哇 雲女先穩住 但是哇突然機子亮了 這邊撿到球的擊球手 直接敲了一球 哇 但是這邊加速又卡到 牆壁的邊邊角角 呃 那這樣子 原本剛才那個加速 其實可以直接很快的 神閃現帶掉擊球手 但是因為剛才一卡 不得不收插之後 閃現帶掉擊球手 但是在附近的守木人 他 東旋沒有看到 往中場直接跑了 沒看到人 原本還是可以平局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一波打得太亂了 讓他自己也慌了手腳 讓這個擊球手 掛了椅子之後 守木人站在地窖上面等 唉呦喂呀 這把 這把 只能說東旋貪過頭了 真的 這樣子還可以三跑四跑 算很厲害了 好我們來看到這邊 紅夫人出生的小屋 這邊打這個組合 其實要平局 真的不要有實物任何一個 鏡像是ok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先看 先遇到的是娃娃 好虧 好虧 但是這邊揮隔窗 隔板刀沒揮到 那這邊再拿個鏡像之後 補一刀 沒補到 這邊再繼續追 補到了 那這樣子 斗舞的求生 休息大幅降低 而且 機械師本體就在臉上 而且還有一個油拆在旁邊 這把 你要三跑 好我真的在這開局看不出來 你知道嗎 而且這狗還放空了 娃娃也還繼續教了 那不管我啊 想說追人 那現在的話 鐵定就是看準的這個機械師 不可能放他走 那這邊先打他一刀之後呢 再放鏡像補第二刀 這個就是比較一個 呃 傳統的追法 但是 欸 他 預判他 要直接 讓他鏡像上樓梯 結果 機械師直接 走下面出去了 反而又再多活了一段時間 那現在 紅夫人帶的不是 閃現是 絲長 你是絲長的話 你這樣子 抓 機械師好虧的耶 因為這邊 原本絲長 就像我說可以抵制 娃娃在外面修的速度 但是因為這邊 又被 機械師溜起來的話 反而這個 市場的作用沒有很大 因為這樣子 求生者機械師都 剛好趕著修完了 那這邊 中場的人皇機 如果沒有修掉 市場就可以發揮很大的效用 但是這邊 確實沒修掉 結果意外的是 傭兵的機械師 也才那 40%其實 啊也是很虧啦 40%也是很虧 好那這邊的話 原本覺得 私場沒有太大的效用 但是 結果最後 呃 敲到傭兵的機械師 算是蠻賺的啦 那現在 原本最後 的娃娃 放在海邊 船底要修 也被紅夫人 處理掉了 那這樣這個局勢 看一下 到底怎麼三跑的啊 怎麼三跑的啊 我能想到 會被三跑的局面就是 這個機械師 一直溜起來 一直溜起來 然後這個紅夫人 一直抓不到 一直抓不到 才有可能啊 但是現在這邊 一個技巧 欸欸欸欸 還真的灰空了 這道再灰空嗎 灰...總不會空了吧 好了這邊打到之後 鏡像好像剛好結束了 要拔鏈過去 呃... 那這樣子 呃... 局面上的話 感覺 嗯... 機子上是真的有修夠了耶 真的 結果最後真的還真的是 那個 機械師把他給修起來 呃... 6起來了 然後結果他們把機子 慢慢一步一步的修起來 然後 這邊 第二波由守木人來救 機子應該是能壓好 因為套一個博命嘛 這邊 第五個 機子來到了將近70% 打一波震懾 沒打到 成功守住之後 守木人可以幫忙死扛 那這裡這個鏡像 嗚呦 還是打到守木人啊 這邊這個 機械師今生護體了 是不是 唉唷 可是這邊還是追到了 可是機械師應該是還來得及開玩 好 這邊可以看到 這裡 剛好在倒地20秒的瞬間 亮起來 四人開門站 那 紅夫人這邊還是一樣 失常 沒有去切傳送 想趕快帶掉機械師傳送嗎 因為這邊如果不帶掉機械師 直接傳送的話 人還是會跑 這邊果斷的傳 結果 撞到的是 有土的守木人 啊 那這樣子 人全跑了 還真的 三跑咧啊 原本 前面局勢 我覺得真的 紅夫人 要打平局還是很容易的 但是後面沒有想到 真的 還是慢慢 拖著拖著 無意中 被機械師拖出的時間 六出的時間 因為他鏡像沒有馬上 出來就打到嘛 而且還有鏡像失誤的 一兩發 導致這邊 原本可以平局的局面 變成三跑 喔 原來是這樣子 很好 我們蘋果 保住 有多賺了一點 下面 後面 到底 還有 我 最後